再来伪汉道 我们进一步要看进去 520交接倒数 中国对台是一手萝卜 一手棍子 怎么这么讲 最近他们宣布 对台的聚碳酸酯 要科征反倾销税 海啸第一排 当然就是石化巨人 台素 美中贸易开打到现在 获利已经蒸发百亿以上 接下来会更雪上加霜 另外一个重灾区就是观光 习近平一句话 乐见大陆民众多去台湾看看 520之后 我们的观光会更好 还是更惨 俊大哥还有抱歉的观众朋友 万事之难在两岸 万事解放在两岸 只有台湾要面对这个问题 其他国家不用 因为太平洋就这么近 台湾跟大陆的关系 我们的外交 我们的国防不就是两岸 如果两岸关系好的话 外交就没有困境 如果两岸关系好 就不用担心国防的问题 所以两岸就是所有问题的解放 但是现在目前 民进党从蔡总统执政向八年 接下来要赖金德总统当选 要上来了以后 两岸关系紧张 那怎么办呢 讲了那么多年的EGFA 现在一个一个看起来 对岸在开始紧缩了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聚碳酸脂 也就是PC 现在目前我先跟大家讲 因为EGFA有很多东西 我们台湾卖去那边 第一个是可以减免关税 完全是零的 另外一种就叫优惠的 可是还有一万一种就是 我们可以卖过去 他们不能卖过来 这三种 但是中国大陆的商务部 突然公告 从2024年的 这个第13号的 这个台湾地区的 这个聚碳酸 反请销的最后裁定 他已经做出来 就是觉得 我们卖给他的东西 是反请销 所以他要 克重税 克多少呢 克到百分之二十二点四 那我先跟大家讲 世界各国 卖给中国大陆的 这个PC 基本上各国都有 大概六%的税 而我们原本呢 是没有税的 可是从这两年开始 已经增加到 有的5% 6% 9%都有了 现在是这样 直接加到22.4% 那你想想看 别的国家 卖到大陆的PC是6% 台湾卖过去是22% 我们有竞争力 没有竞争力 所以就完蛋了 所以基本上 这个东西会对于 我们所有台湾的PC 造成影响 好那问题是 影响有多大呢 我不是PC 可是现在在看 我们节目的PC 的这些老板们 现在民都在鼓励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台湾 卖去中国大陆的PC 是8.3亿美金 是第一大市场 而且占比台湾 78.5 所以台湾就是 每10家有将近 有8家 每10份 大概有8份 都卖去中国大陆 现在要割22.4% 所以你就没办法了 就是这个ECFA 产生的一个结果 第二个 你要知道 因为这样的关系 使得台湾现在目前 相关石化产品 也是卖去大陆的关系 目前成本增加了 整个外销接单 已经跌了四分之夜 你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都跌下来 然后连续7季 都已经是低于8成 从来没有发生过 所以两岸正在紧缩 刚刚讲这个PC 还有石化产品 都造成了影响 所以很简单 我讲一个例子 台速 台速以前在大陆 是赚钱的 曾经有够营收3000亿 可是它的实际获利 多的时候 有多到80几亿 有没有 像你看过去 它可以盈利 多达84亿 这个是直接盈利 净盈利 可是去年 不但没有赚钱 俊向哥 台速在大陆的产业 去年居然是 亏了31亿 一来一回 一进一退就 破百亿 破百亿 增发掉了 本来可以赚84亿 现在赔31亿 不但没赚还赔 所以呢 台速现在目前 在中国大陆 所有的这个状况 营收都不好 所以今年的配股 股息是多少 一块 那前年多少 8.2 去年多少 4.2 跟前年比差了八倍 就是差在这里 所以呢 台速在中国大陆的表现 也不如预期的 那所以整个经济方面 包括石化PC 跟台速都受影响 这就是现实 可是我们跟大陆的往来 除了这个所谓的产业之外 还有一点叫观光 马英九上次去中国大陆 二次马席会的时候 你记得吗 习近平当下讲什么话 我觉得 我一看我就有feu 他说 乐见大陆民众 多去祖国宝岛看看 这个讯号灯很重要吗 他什么不讲 他讲这个 乐见大陆民众 叫大陆的 他可以叫得动大陆 可能叫不动台湾 多去祖国宝岛看看 他讲祖国宝岛 他也没有讲台湾 所以当他讲这个话之后 我收到的讯息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大陆要开放团客 要开放进来了 大陆什么时候开放不知道 他可能要开放团客 有人讲说 可能在520以后 或者是六月的海峡论坛 那这一次你知道 傅昆岛急着要去大陆 对不对 他就是要跟大家讲 希望赶快来救 因为观众朋友 刚刚讲一个COVID-19 造成影响 你知道这一次 洞403的花莲大地震 已经到现在目前 已经4月20几号了 这三个礼拜过去 花莲的住宿完全挂零 那大家有讲 是山区太鲁格那边 我不要去了 可是花莲市区 其实没怎么样 可是问题是 花莲市区现在也没有观光客 所以花莲市区 现在目前所有的商旅 所有的这一些观光的 这些餐厅 弄空荡荡 惨淡荡 怎么办呢 所以就希望能够有 路客能够进来 所以才会讲说 是不是能够有 大陆的客能够来 就要看大陆什么时候开放 还有大陆的女游客 她有PO文 又是士林夜市 士林夜市 你不要常常给我们PO文 她说她在士林夜市 买了200块的市家 当下有试吃 很低 只有200块买回去 以后就是 怎么这么没味道 你试吃过了 怎么这么没味道 不是 她给她试吃的那一个 是甜的 卖给她带走了 就没有味道 对 她就觉得说 怎么试吃的都甜 卖给我不甜 像这种东西都会影响 观光客 她对于台湾的印象 所以我们等待路客来 但也要做好准备 所有的软硬体来了以后 不要让他们终身遗憾 原来我们看到520最后倒数 它就是一手萝卜 一手棒子 就直掐你的钱袋子 会有效吗 我觉得第一个 其实这个贸易壁垒 这个部分 我们老早就料到 因为在选前 中国大陆就讲了 他们要去调查 两岸的贸易的壁垒 那当时不就传出来 在ECFA的早收清单里面 第一个就是 首当其冲 就是石化业 再来就是工具机 那我就问 请问一下我们的政府 有做了什么反应 没有 那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的结果 是什么 产业出走 所以我们看到像奇美 还有其他公司 相关公司 他们现在已经要到 大陆去设厂 那到大陆设厂会怎么样 第一个 我们的就业机会 就会减少 他势必这边的部分的人力 会移过去 然后再来就是 他赚的钱 一部分的盈余 会留在那个大陆 那我们这边 产业就有掏空的疑虑 所以政府的无能 就造成台湾实质上经济的损失 那对岸的入客 能不能进来呢 我们也没有看到 我们也没有看到民进党政府 有希望朝这个方向努力 反而是国民党 现在大家都在批评说 傅昆琦 说傅昆琦 你为什么非要在520之前 组一个团去对岸 去谈呢 我觉得他也是 其实很多人也是骂他 关你什么事啊 你又不是执政党 你在野党 你去干嘛 我现在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说傅昆琦去 民进党还是抹红 你去舔共啊 跪来的不是 跪来的和平不是和平啊 跪来的经济不是经济啊 骂一大堆 然后对岸想说 我都愿意四处善业 你还是继续骂我 那就不要 不要之后 两边就会陷入一个第一螺旋 第一螺旋的结果就是 台湾这边 因为陆客没有来 所以观光产业 一直没有办法提升 说国外的东西比较便宜嘛 然后很多人都出国 出国 那所以国内观光 也没有因为内需而成长 那我们的观光产业 到底要怎么办 所以我刚刚讲点出来 其实都是大家显而易见的问题 那现在就看民进党 你到底要怎么做 你如果是要用意识形态 继续对抗 那受害台湾人民 那你如果认为说 放下意识形态 以百姓的 这个福祉为依归的话 那你就调整你的做法 反正你赖金德刚上任而已嘛 没有必要说 刚上任就把经济搞叉嘛 你一段时间大家试试看嘛 累积善益两岸可平 其实这个是对大家都好的事 一锅提升死生死 看这锅 今天观众朋友 这个是老涛 是吃货们重要的大日子 为什么 号称全台湾最难定位的 粘季火锅 今天开放了西门店来定位 就一家西门丁的火锅店 分店开张 什么大不了的吗 今天我们就告诉你 猫腻就在这了 疫情过后 西门丁已经默默成为 全台火锅的超级战区了 小小一个西门丁 六家马辣 不嫌疾 从评价锅王前都到七倍速增长的逐渐 这一场牵动四百亿的商机火锅大战 谁能成为winner 其实对于爱吃火锅的老涛来讲 粘季麻辣锅 很多人都是心中的爱 也是心中的痛 为什么 很爱吃 但是痛是在于是 你想定有时候定不到 你知道 结果他最近在告诉你讲说 他的西门店在五月六号就要开幕了 以前我们看到 新的店要开幕的时候 不是都要先特卖一下子吗 希望他现在告诉你 没有 今天才几号 今天四月才二十几 二十一二二二二号 他居然告诉你 讲说我今天中午十二点开放定位 我告诉你 五月热门时段 已经网路被订满了 四月二十二号才一开始秒杀 所以台湾人到底有多爱吃火锅 你知道吗 按照统计 台湾的火锅市场 将近有四百亿的商机 甚至也有人去问消费者说 你多久吃一次火锅 有百分之三三点四的消费者说 我平均一个礼拜会吃一次 所以大家就会想到说 这一次粘机插足在 这个所谓的西门町这个地方 但问题是你刚讲 西门町有多少家店 大家都要插足在那里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看 全台最密集的火锅商圈在哪里 你知道吗 就在西门町 你看看这个图还真刺鼻 每一个红色的定位点都是火锅店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标起来叫火锅店 还没有包含到其他的餐饮 那现在问题来了你知道吗 在这个地方最少有20家 其中你刚刚提到的像画面上这样扫过去 整个都是火锅火锅火锅 对不对 光这个马辣集团 他们家的东西也非常好吃 它在西门町就有六家店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六家店 我告诉你 它在耳梅街 200公尺内就有五家 太疯狂了 为什么都在这个地方 你都不担心说你同样的这个五家 广内互打 不会啊 为什么 因为台湾人穿爱吃火锅 可是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火锅的品牌都集中在西门町 因为很简单 西门町那边有非常多的年轻人的出没 所以很多观光客来这里的时候 也会先想到说我到西门町去走一走 所以它的客源基本上是不用太担心的 我一定有客人 可是接下来就是我怎么吸引客人 所以在西门町的所谓的店家里面 你会发现到有一个特色是 有非常多的新品牌在这里 为什么 年轻人求新求变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的 我也想去试试看 而且这些所谓的新的火锅店 在品牌再出来的时候 他们也都知道说年轻人现在 人手手机都不会离生 所以他们都推出很多东西 比如说让你拍短影音 或者做一些小活动 让你可以拍摄上传到社群媒体里面去 结果就因为这样 反而让西门町成为一级战区 很多大品牌就大量的进入到 这个所谓的西门町里面去 包含到什么你知道 包含到我们要提到这些竹坚集团 其实竹坚目前旗下有九个品牌 老的新的旧的 通通加起来这样 但是他重共有177的店面 117间的店面 他的董事长当时面对到西门町 这件事情的时候 要不要去插旗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我做生意找那个没有同样竞争力的 这个市场我独吃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 他的董事长林凯杰 他就说什么 他说我告诉你 第一个我开店的哲学是 没有竞争力 我不开 第二个说什么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插旗西门町 他告诉大家讲说 如果我在西门町能够活得下去 我到其他地方 我就可以活下去啊 所以哪来的底气 你要硬实力 你要秀脏肪 还真的有 过去7年来 8年来 他居然以15倍数的营收 15倍数在增长 这个简直是太可怕了 去年逐渐的营收57.6亿 也是2016年开始 将近15倍高左右 那你就会觉得很奇怪说 那林凯杰为什么没事 会想要去做这个火锅 我告诉你 他有时候 他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因为他最早的时候 出生在基隆 20岁到台中去发展 结果2010年的时候 当时有人跟他讲说 我跟你说 那一间火锅店 没人要走你知道吗 反正我身材器具 什么通通都有 你要不要进来做 他其实最早的时候 他其实根本不想做 后来发现到说 好吧 既然你东西都有 我就去跟你做做看 结果他去做了之后 才发现到 开火锅店 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 你以为有菜 有肉 有海鲜 人家就会进来吗 不是这样 所以他开始去慢慢研究 顾客在吃火锅的 这件事情上面 他就发现到一件事 你有那些东西没有用 你还要白爬 因为现在的人 很重视什么 视觉上面的享受 所以慢慢的把品牌给做起来 食材要用好的 很多东西要用好的 这个状态 2015年回台中的时候 就发现到台中人 很喜欢过夜生活 晚上居然还有宵夜的 这样一个商机 所以你知道吗 他那时候讲说 他的店从早上11点打开 打开之后 我告诉你 一开门发现到 外面都是人在排队 因为有人9点10点就开始排队 一直到晚上凌晨3 4点的时候 店才能说 他说真的天天气了 你知道 但是这个印证了什么 我们刚刚讲台湾一年 有400亿左右这样一个 一个火锅的这个商机 而且你知道吗 他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说 我如果要赚钱 要赚钱就是什么 那边扣一点 那边减一点 我才能赚吗 食材不用用的太好 这样子我才能够多一点 他说没有 他说台湾餐饮业的 核心食材的成本 大概在33%左右 房租大概要占12% 但是逐渐告诉你说 我的食材成本就占了我42% 硬生生比别人多出 将近10%左右 那你会想说 那我的房租只占3% 这样子 那你一定都租很烂的地点 他说也没有 我要挑 就是要挑这种 有挑战性的店面 所以这样才能 我把人流给聚集起来 吓死人的15倍数的增长 这个是逐渐创出来的逐渐奇迹 我们讲到了 这个平价郭的战争 谁能当王 北有逐渐 南有什么 前都 这个叫做平价郭的郭王 没有在客气的 可是你现在讲说 难有前都 这是今年的事实 但是最早的时候 很多人就知道说 前都其实发击在土城 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 只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店面 结果没想到 现在居然满街 你都看得到 就前都算算郭 他被称之为 叫做所谓的平价郭王 可是今年首都进军南台湾 而且选在高雄小港的桂林商圈 你知道 你又想说 以前火锅店不是都小小间的 对 顶多就是一个一楼店面 这样子了不起 你弄个两间 他说没有 我现在占地120坪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地方 因为旁边有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企业 跟工厂这些东西 再加上交通方便 他认为这个地方 可以大量的去 聚集这个人潮 而且你知道吗 你以为说 只有前都看中他 刚刚提到的那个竹间 竹间在去年的时候 也开了小港的这个分店 而且你知道 占地是272坪 在这里短冰箱街 大家一开店 都是100多坪 200多坪 你叫其他业者 怎么生存下来 再来就是说 我们刚刚提到说 如果你要走个 高档的消费的时候 说实话 你如果要吸引工厂 或是企业的员工 去吃的时候 多少人一天 一餐能够跟你吃个 一两千块 你就要清明 你就不能卖太贵 前都就告诉你说 我告诉你 我的个人小火锅 是259块 甚至还推出什么 你知道吗 我说 有人喜欢吃菜的 那我跟他 没关系啊 你有大菜盘 你不太喜欢吃那么多菜的 我也有小菜盘 变成这样 你会觉得有客制化的感觉 再来就是 259块 你已经觉得很贵 他说没有 我经济锅 215块 而且我还办促销活动 你如果在我促销活动来的时候 我有可能 99块 经济锅 就可以吃了 我要跟证你的说法 很多人想说 259可以啦 不算贵 应该够便宜了 结果还有更便宜 215 还有更便宜 99 难怪他是 高CP值的锅王啊 百元以下 我们都叫做铜板经济啊 你有想过 吃小火锅 百元以下 叫做铜板美食啊 吓死人了 而且不只是这样 你以为说 我只能吃锅而已 不好意思哦 我还有自助吧 有饮料 冰沙 冰淇淋 咖啡机这些东西啊 所以你的CP 那个附加的CP值 非常非常高啊 大家会想说 听到这个地方 哦 你都跟我讲高CP值 这么清明评价的锅 那如果在这里工作的话 会不会我的薪水 也很平价呢 其实不会哦 为什么 我们回来看 2023年前都的正值 平均的薪资是在 四千 四万到四万五左右 哦 很高耶 如果你今天跟其他 一般的火锅店来讲 因为有很多 这个所谓的 个人经营的这些东西 它可能受限于很多状况 它的薪资大概落在 三万五到四万块钱左右 所以它的所谓的地板 是人家的天花板 哦 这是第一个 是 第二个呢 事实上它也采用一个方式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 店主管只要愿意做 你每个月还可以拿到 约本薪的五成左右的 这个奖金 是 换算下来 还有你的 很有可能你的薪资 可以超过十万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前都到目前为止 大概有一百间左右的店 年营收啊 将近是十五亿左右 那你知道它的董事长 为什么会走这种 所谓的比较平价 低价的这样一个火锅菜 因为也跟它自己的出身有关 你知道 它早些年的时候 曾经摆过地摊 而且开过计程车 所以呢 它因为这些东西 我告诉你 其实有一种 我非常佩服 计程车司机 因为它在开这个过程当中 它都知道哪个地方 可以载到客人 有客人就代表 那边会有人群 寄举在那 所以呢 它居然就因为这样磨练出 它选地点的这个公里 所以你看它开的店面 都选哪里 你知道 锁定路边 大坪树跟所谓的 三个汤 对 黄金店面 三个汤 你要过买路 你也会先等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 反而都是它这个选点的 而且你会觉得说 你现在坐这个摆地摊 开计程车 你是到底怎么去 弄这个算算锅的 我们吃的嘛 惯系惯系 对啊 它一开始的第一锅 怎么出来的 而且你现在讲 你奔回 我跟你讲 他这还真的是 90年代的时候 他的太太到日本去旅游的时候 发现到说 这个东西 真的很方便 为什么我们什么时候 一定要每天吃饭 就说五六个人一起去吃 我可能一个人也想吃火锅 他就用这样子 发掘到这样一个商机 不过我会讲实话 他的这个董事长张景德 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 怎么说他哪里特别 我跟你讲他对人生哲学也蛮奇特的 因为他说健康安全都是很重要的资产 然后到这边我没有问题 但是他注意人生的安全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 他的车子里面有很多的秘密武器 比如说他有放了一顶顶级的安全帽 车子里你开车 你又穿一顶安全帽要做什么 我跟你讲 按照媒体曾经的报导 说他如果 这个到了北部地区的时候 就算开车 一定会叫司机把安全帽带起来 为什么 坐在车里面 你以为他在开F1吗 没有 那个车上的路上有发生什么意外的时候 保护性命很重要 我还有一百家电药雇啊 所以你看 他有这个所谓的顶级的安全帽 像我们一般不是有这个三角追 就是出那个 如果车子有故障会放的 他说不是我告诉你 我出了三角追 就是我上面要放很多的反光条 因为怕别人看不到 所以像他注意这种人生安全 其实我老实讲 我觉得这样的人很可爱 为什么你知道 他会这么注意自己的安全 一定也会注意他使用客人的这样一个隐私安全啊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感谢观看